只有一个答案可以解释 为什么不应该跟台湾女生结婚 主要的答案就是我的岳父 我完全的怪我的岳父 哎,谢先生 如果你现在在看这个影片 你好好听你的错误在哪里 还有其他的台湾的岳父 不要学他 最近有一个应该是小粉红 po了一个东西在我的YouTube下面说 台湾的女人是easy, easy个屁啊 我跟你们说啊,如果台湾的女人有那么easy 你觉得我还会长得这个样子吗 还会看起来这么臭老吗 好像是被皮鞭打的什么easy 没有所谓的easy 而且我跟你们讲 你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真的想要让我的人生更easy 你就马上订阅跟按个赞跟分享 安类的后啊,大家都开心了 还有一件事情 一定要听到你为什么 因为你到最后会听到我杠狡我的岳父 对,真的,我会杠狡我的岳父 不知道拍完这个影片 老婆会被提出要离婚的 但是我希望我的岳父不会看到这个影片 应该不会是好的结果 Alright,有关为什么我觉得哈 毕竟我在台湾29年 你不应该跟台湾的女生结婚 很简单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我知道有相当多的西方的男生 或是中东的男生 刻板的印象就是台湾的女生很温柔 温柔哈 我跟你们讲关于所谓的温柔 如果你带着这个希望 你未来台湾的老婆是很温柔的话 我建议你去看一些恐怖片 看后面的结局 你大概会知道哈 你原本的那个想法是错错错 为什么我敢这样子说的 第一个 你觉得我读到博士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吗 根本不是啊 因为我一定要满足我的老婆的未来的生活的需求 我只好赶快去当一个教授啊 我被供这个完全错的思想哈 还有他会为了你什么都做什么 开玩笑啊 第一啊 有的人是有一个想法 就说我可能躺着在沙发上面啊 然后老婆会剥葡萄啊 掉到我的嘴巴里面 我跟你们说 我的老婆从来没有切过任何的水果给我吃 反而完全是相反 而且不是只要我要切水果啊 我还要剥皮 剥皮完之后我要放在他的手里面 不行 他不接受我把水果放在他的手里面 他不想他的手是碾的 碾踢踢的 他是要我把水果掉在他的嘴巴里 好像是在喂一个小鸟一样 妈妈在喂小鸟一样 简直就是差一点还要帮他咬碎了 然后我跟你们说 如果我切的那些水果太大块 这个也会被干扰 也会被骂 OK 所以你说 哎 教授 你怎么那么好啊 怎么那么好的一个老公啊 还在帮老婆切水果啊 放在他的嘴巴 那你这样应该就完工了吧 没有 我切完水果 他吃完了之后 我觉得应该我的责任结束 大概会过个鸡吗 哎 手伸出来 干嘛 纸啊 我还要把我的手伸出去 接他要噗一的纸 你们不要为我夸奖 哎 这是天天会发生的事 而且我老婆 他太懒 他不会去切那个水果 一定是我要去切的 我说懒 只是说在这一方面 他还是有别的地方是会努力 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赞美他的 所以先就是假实话 然后跟你们说 你觉得说我喂水果给我老婆 是很伟大的事情 没有结束啊 因为他的两只狗会围攻我 像在猎一个动物一样 等着水果 然后我没有办法 好好地安心地坐下 吃我自己的水果 因为那些狗一定会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让那个罪恶感越来越加强 噗 布丁 你们可能有看过我的一些小的影片 布丁 他会很闭嘴啊 你不给他芒果 真的是会闭嘴到爆 你会觉得他像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所以那些狗 就是不是我的太太 那就是狗要吃我的水果 所以我的机会 我都是吃那个 剩下的那个水果 噗啊 或是可能 我太太批完那个纸在我手里面 我赶快含着在嘴巴 为了吸出了一点点的那个纸 讲到这个 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我非常的难受 那就是台湾的气节 气节的变化 是一个噩梦 为什么你说 教授为什么气节变化是会那么可怕 因为哈 气节一变化 水果又变了 我不知道这个气节 我要面临什么 最糟糕是夏天的 夏天的很可怕 因为呢 我很爱吃荔枝 可是一旦我拿到一包荔枝 可能一两斤的荔枝 我要开始剥给全家 两只狗 还有我老婆 然后只要有一点点的纸 滴下去 就马上会被骂了 哎呀 你那个纸在滴下来 你赶快给我擦地板 奇怪 然后最糟糕的是这样 因为我算是比较不喜欢人家去抢我的食物 可是荔枝这个东西 我是特别爱吃 我老婆从来没有剥荔枝给我吃 他也不会把荔枝剥给他自己吃 但是他会剥荔枝给狗吃 但要安内啊 所以我应该觉得 在台湾冬天是最好的气节 为什么因为水果有点无聊 就是那个苹果啊什么 还有一件事情啊 我大概两三年以前 买到一个很舒服的沙发 跟你们说 我从来没有坐在那个沙发的上面 都是狗跟我老婆坐在上面 我是坐在地上 每一次我要坐上去叫那个狗向我老婆会说 他们这么老啊 你就给他们坐 我不老吗 我没有被操扰 你们看到吗 很齐耶 连我自己的沙发都没有坐过 都是给狗来摊着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世界怎么样 其实那些狗也很可爱 还没有关系啊 但是我是希望有一天 我也可以坐在我的沙发的上面 也许如果你们订阅够多 我老婆会说 OK老公你表现得不错 你今天可以坐在沙发的上面 OK好了 另外一件事情 我很讨厌狗的大便的味道 反正谁喜欢呢 但是因为我们住在公寓里面 所以晚上狗狗会乖乖的变在浴室 那早上谁要清这些大便跟耍这些尿 就是我 如果我老婆有起来 她看到这个东西 我觉得她是故意的留着给我啊 我觉得她可能是想要训练我 就是让我知道我的位置在那里 到底是我的身份是什么 在我们的婚礼里面 我的身份就是低于狗了 大概一两级这样子 OK你们一定想要知道 我觉得那是回到重点 以我这个教授 是常常在做仔细的研究 为了去理解 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运作的 或者等等 去研究哲学 我就是用这个态度去了解 为什么跟台湾的女人结婚 是一件有点可怕的事 那不好意思 因为我知道最近 我的观众的女人是越来越多 我不是讲你们 你们一定是很棒 只要你是我的观众 大概你是没有问题 那你会理解为什么我台湾没有在看我的影片 因为她问题比较多 所以我就分析啊 我越分析 我就想大概只有一个答案啊 只有一个答案可以解释 为什么不应该跟台湾女女生结婚 或是actually 我应该说 为什么不应该跟我的老婆结婚 大概主要的答案就是我的岳父 我完全的怪我的岳父 诶 谢先生 如果你现在在看这个影片 你好好的听你的错误在哪里 还有其他的台湾的岳父 不要学他 诶 其实你可能要学他 如果你为了你的女儿好 第一件事情啊 从头到尾 我的岳父其实他很赞啊 他人很善良 就是很有幽默感 但是呢 他把他的女人在他的人生里面都破坏了 加上他老婆 王女士 我的老婆 我的小姨子 为什么会这样讲 不是那个姨子 不是chair啊 是我老婆的妹 因为从以前到现在 我也没有看过他们切任何的水果 都是他在切 他以前是警察嘛 蛮累的啊 可是回来 谁在做家事 就是他 然后呢 王女士都会帮他安排工作 不管那个工作重不重要 甚至没有事会做啊 王女士可能会把一些傻子丢在地上说 诶 谢先生 那边要拖地 然后他就是乖乖地去拖在那边 哪有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样的台湾的男人做这种的事情啊 我们不是应该是大男人主义才对了吗 怎么变这样 这位先生啊 我真的觉得 因为他的关系 我现在就是过这种的日子 我完全没有的身份在家里 哪有这样子的人生 我那么辛苦 今天我应该要给你们一个结论啊 就是说啊 每一个人都是希望他们的女儿会嫁给一个好的老公 根据我这个经验 我只能说 如果你要你的女儿嫁给一个好的老公 那你是最好当你家里的奴隶啊 你老婆要你干嘛 你就干嘛 你的小孩子要你干嘛 你就干嘛 你就不要有自己的个性或身份 没有 你完全不重要 你统统为了他们就好了 未来 你老婆 你的女儿 一定会说 我就是要选一个老公 跟我爸爸一样啊 那你就是要等最好的爸爸 你就会让你的女儿找到最好的老公 跟我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